有点乱有点乱有点乱 然后那我那我就那我就算了 因为现在有点乱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好 然后那个因为本身那个抖音直播这些事情 我我参加也是我的一个锻炼 因为我这这人叫清静 那你清静清静会吧 谢谢 好 然后 猪猪啊 那我先这样 因为有点乱啊 然后咱们下回有机会再弄啊 好 谢谢 好 然后那个 我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那个 那个对 因为今天跟音乐有关系 我要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最近那个 那个我看 我我我听了那个肖邦的那个夜曲 我我我我我做这么多年音乐 我才第一次听 真的很系统的听古典音乐 跟他们比我们都是白痴 然后所以说 我希望各位 如果真的很爱音乐的朋友们 然后呢 除了爱唱歌之外 要了解 那个音 然后我才知道 其实以前的音乐很多人 我我之前才知道 那个那个 那个苏波特以前写的一些歌 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歌是是是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就写完了之后 被别人弹出来 他才知道那个歌是那个样的 所以说以前有很多人 那一些大师们写歌 他们其实是靠那个黄金比例写的那个歌 所谓现在很多人会看那个 三七 你说腿长什么类似的 那个黄金比例 但其实在歌里也有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喜欢音乐的朋友们 如果你真的很爱音乐 那就希望你能够从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多去听一听音乐音乐的源头 发现音乐到底为什么会让你真的真的喜欢 那个原因是什么 希望各位都能够真的爱音乐的人 去去去研究一下 好 我们南京有没有演唱会 是这样的 我的演唱会啊 我的演唱会反正会在七月 七月那个 七月反正就是中的时候 那个开发布会 然后从发布会的时候呢 就会通知各位 那个 对 我可以说了 对嘛 看到没有 我的那个 没有 就是711 对 711 711 对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日子 是跟那个 那个那个便利店 是一个意思 我711的时候 会开我那个 演唱会的那个发布会 然后那天 我的演唱会的 那个那天是8月31号 8月31号是我的演唱会 终于定了同学们啊 我们三旬终于要开始了 这不是神话 谁说同话同话都是骗人的 他就是真的 所以说7月11号是我的发布会 8月31号是我的演唱会 然后呢 弄好软 然后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然后希望 我可能票也是7月11 11号开始卖 然后呢 希望各位到时候都能支持一下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蹦跌了 因为8月31号 我就会找的场地 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站着的 然后可以那个从头蹦到尾的一个场地 而且我这次 就是因为最近好多人 特别怀念所谓我乐队时期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这回演唱会 会有将近30分钟以上 都会唱我以前乐队的歌 然后所以说 所谓 真的很喜欢我 那个以前欢乐队啊 或者是觉得我朋克时期 特别厉害的朋友们 然后这次演唱会来的话 应该会特别的 特别的 特别的 值 也不是说 去别的演唱会就弯 但是这场演唱会非常的值 然后 有人说是我的生日 就不用有人说 是我妈说的吗 因为我妈知道这些 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那天除了买票之外 之外各位带着礼物去 谢谢各位 然后呢 其实 没有 也不用攒什么钱 因为那个演唱会很便宜的 因为我这次演唱会 是我初到20多年的一个演出 我非常不愿意那个承认 而且我演唱会的名字 起的特别棒 但是我会在7月11号那天公布 所有我的粉丝 你们听完之后 一定会疯了的 那个名字 简直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脑洞 然后起的特别的好 然后人家都是双关语 我那个基本有四关语 就是那个词有四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因为 因为今天呢 时光总是短暂的 还有十分钟了 十分钟呢 然后我们可以那个 再连一个 召集各位口播 对 然后我们现在抖音直播 希望各位都能跟来口播 对 然后因为抖音直播挑战赛 千万种生活都在这里直播 赶快来挑战吧 对 今天挑战的是音乐嘛 然后我还有十分钟的话 那我这样 然后那个 我再挑战一个吧 行吗 然后我来开一个 我要邀请好友 好 我哪个 按哪个 好 现在 现在同学们 你们可以邀请我了 唱歌是这样的 你看没看人刚才 火火还有聪明 他都有个麦 人都 最起码接了一声卡 我什么都没有 我对耳机买 然后这样唱也行 但是 来了 我现在就接受了 就 我真的脸上啊 来 少女你好 来 来 我们还有 我们时间短暂 你要怎么着 跟我挑战唱歌呢 啊 我不是挑战唱歌 然后我们打首歌 然后 出去再播 然后让我来连 然后我就连了 哇 那果然是有缘呀 啊 谢谢 啊 我我就 人生就是就是这么的奇怪 走了 拜拜 谢谢你啊 拜拜 嗯 我不知道 哦 就是 呃 因为因为 因为我也不知道 对不起啊 然后那个 因为 我们还有十分钟了 我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 我们一块唱歌的一个环节 呃 这位是可以唱歌吗 如果不能唱歌 我会马上拒绝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